恆生最大的問題是歐美拖著它 因為亞洲區,其實你看這次的業績也好 雖然盈利,其實亞洲佔了65%,而香港佔了50%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,因為現在歐美要做的事都清除了的事,賣的事就賣了 所以它開始見到逐步有改善 但是那時候大家覺得歐美拖累它,所以會控不值得買 反而恆生那一刻就單一,單一只是看香港 但是反過來,恆生只是靠香港為主,內地當然是其中一個部份 變成了香港的經濟和香港的樓市和商業貸款方面都是有壓力 所以令到恆生的股價為何表現不及得匯豐 第二個,業績的表現亦都不及得匯豐 其實是正正和整體香港甚至內地的經濟表現是有關的,樓市亦都有關 所以變成現在要看的是,香港的經濟慢慢康復和樓市康復 變成商業貸款都是重要的,它正息差其實都有擴闊的 因為它本身都是以一個淨頭放出去的,因為它資金多 你加息和測息升,對它來說,息差都有幫助 但是非利息收入方面,其實就受過整體投資環境影響 而且你看它現在,它的息率,即是如果看息率,或者講一個股值 其實它一直都是高於匯豐 但是現在其實你回來,跟匯豐差不多了,講到市場率 但是如果你既然看到那個改善的情況、空間,匯豐大一點的話 我覺得恆生的股價是有剛才提到的原因 因為如果你說要接駁的話,其實匯豐直駁一些 這些資金很明顯的流向,又是看著匯豐 甚至乎早前公佈業績的渣打,我覺得這兩種都直駁過恆生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機會上去72元左右的位置 所以有課持有絕,但是這些位置就真是尷尬 大家都會問,未有貨,買不買呢? 升了那麼多,其實一直都不敢買的了 我都覺得這些位置,我都覺得仍是有點尷尬 雖然你說就算看70多元也好,你都在說10% 我想看這幾天會不會慢慢消化一下 但是如果你說它最主要的關鍵,我覺得不要穿63元 如果那些位穿,就不要穿那些位 所以如果真的你要買,可能看著,有沒有機會在63元、64元的位置 再保存一下 ETANET 專業版HV2 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洞式大局,捕捉投資先機 立刻申請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